吉安湘工所在信期间强化雨水下水道维护作业 针对下水道及排水测沟翼淤积路段来进行排水空间疏通 预计要完成9400公尺 厢长游淑珍表示 透过分阶段进行都市计划内外的清淤工程 以维持整体下水道防洪的功能 也呼吁民众不要随手乱丢垃圾 避免造成阻塞 为了预防台风季节带来地区水患 吉安湘工所加速清淤塑液 厢长游淑珍表示 灯亮 陆瓶 水沟通是安全基础建设工程 感谢县政府补助了210万元 共同协力来建构民众的安全防护网 而在信期间 湘工所也针对排水 雨水下水道 还有道路撤沟来清淤 避免台风来临造成豪大雨淹水情形 水沟通 陆瓶 灯亮 这是基本的安全设施 跟我们吉安湘工所 择护旁贷应该完成的任务 谢谢我们花年县政府 补助210万给吉安湘工所 要分为两期来施座 那我们进行的是都市计划内的 雨水下水道 以及撤沟的这样的一个轻座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大雨来临 或者是我们这个迅期来临之前 能够把所有在过去或者是未来 我们会发现问题的地方来执行一个施座 那平常的我们一般的加户沟也都由我们清洁队来执行 今天是特别来勘察我们在都市计划内所有的排水的一个下水道跟我们测沟 还有整个雨水后 未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来作为一个排放更顺畅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工程 吉安湘的雨水下水道总长有四万五千多公尺 平常就例行性的清淤维护管理 也汇整了容易淤漆的路段 加强改善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针对我们这一期都市计划雨水下道清淤的范围部分 包含到我们吉安湘整个都市计划范围内11个村别部分都有去做清淤 那排水沟的部分加整个雨水下道清淤的长度 总计达到九千四百多公尺 那目前来讲我们第一期的部分已经正在执行 那第二期的部分近期也会设计完成之后去上网发包执行的作业 然后加速整个清淤的作业 让整个豪雨期间的部分降低整个淹水机会的产生 在清淤过程中发现有拖鞋、手机、安全帽、玻璃酒瓶、饮料杯、塑胶碗等各式各样物品 乡长有俗生呼吁民众要有功德心不要乱丢垃圾 同时乡长也表示 近期就会把计划排水瓶颈路段给疏通完毕 提醒民众在讯期间要保持警戒 掌握最新水情 提早准备防范淹水灾情 让台风豪雨的威胁能够降到最低 介组会间相报导